一个多月的筹备,我们的春季招聘会又和大家见面了 一共邀请到62家雇主企业参加 其中有20%的企业是首次参加学院的招聘会 不仅有传统的金融、咨询、实业 也包括来自于新能源、创新药等新科技创新型企业 本次招聘会设立了简历咨询和学生咨询的点位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实时地去修改简历 实时进行申请的复盘 帮助同学们准备好每一次的申请和投递 先去了迪士尼还有斯福兰 然后现在在排G1集团 招聘会的这些哥哥姐姐们都非常热情地跟我介绍 让我对marketing的一些工作更加地了解 看到有招聘会就来看一看 有没有更多医疗行业的一些机会 后来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相关医疗的基金和投资机构 生物医药制造的这样一些企业 直接地去了解到市场的一些需求 也能发现自己在市场上现在的一些价值跟定位在哪里 待会可能我还会再看一圈别的一些行业跟领域 多元地再看一看发出一些机会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苏州小区 之前在公众号也知道这场招聘会 它覆盖的企业也比较全面 所以就想来了解一下 刚才主要是跟一些金融的机构进行了简单的沟通 哈喽 富丹的小伙伴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沃尔沃汽车全球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我觉得管院的同学都充满了青春活力 思维敏捷 大家对不同的事物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动态 在和他们的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 我自己也收获颇多 我们从2016年开始就和富丹管院有一些接触 今天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了 这次是我们第三次的招聘会 目前有四位管院的同学都在我们这里实习 带来八个岗位 包括半导体 新能源 新材料 智能硬件 AI 方向的投资实习生 蛮喜欢普丹同学的 其实希望能够在候选人的身上看到比较强的学习能力 机器力 适应能力 语言沟通能力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特质 快速学习的能力 对市场有一定的研究能力 对西分赛道有一个预判的能力 努力工作的态度 市场的需求将照原来的话更加的多元 我们也是希望接触到更多的新兴力量 然后给到我们更多新的idea 新的思路 希望可以看到一些对德勤的意向比较强烈的同学 希望也可以招募到有技术背景的一些同学 大数据啊 数据分析啊 学过一些人工智能啊 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前端的一些同学去做一些编程 但是他们可能要理解跟客户去做一些解读 环境一直在变化嘛 技术也是日新月异 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牵引能力 才是我们不断增强职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通过自己摊位的火爆也非常感受到 管院同学对自己的热情和喜爱 会希望他们身上有一些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潜质 同学本身的背景也非常的多元 而且具备了很多国际化的视野 同学们的语言逻辑 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在交流的过程中的热情和自信 我觉得同学们在出路指掌一定会大胆成脚 希望更多的优秀的管院同学 能够我们一起和优秀的人做有挑战的事 那希望同学们保持自信 充分准备 勇于争取 我们全力以赴